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红烧猪肘 那其他省市我吃过比较有名的 像东坡猪肘 像酱猪肘 在你们城市猪肘都有哪些著名的做法 把你的答案写在公屏上 春笋蹄胖 春笋蹄胖 是不是就腌肚鲜呢 欺负我没有吃过上海菜是吧 但是你们有没有好奇 这美国人他们平时都怎么吃猪肘的吗 一听到我说美国大猪蹄子冲过来 咱们今天就去会一会这美国大猪蹄子 走着 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店呢 叫做Red Lion Tavern 这是一间德国裔在洛杉矶开的餐厅 Red Lion Tavern Since 1959 开了快60年了 这猪肘也多好吃 这道菜呢还有一个非常奇葩的翻译 叫做冰腿子 视频间小伙伴猜一猜 为什么德国人给这道菜取名叫冰腿子 原因是因为德国人历史上呢 把这道菜吃剩下来的骨头制作成人溜冰鞋的冰刀 所以才得名叫做冰腿子 冰鞋还是煎鞋 哪一道菜 煎鞋 煎鞋 我拿煎鞋 酱油鞋还是鞋鞋 酱油鞋是很美味的 好 我们的猪肘就来了 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 你知道这个猪肘的量非常的大 来了 哇 大岛无虫 下岛 切开之后 能感觉到非常的软难 软难 软烂 软烂 这个猪肘切下来之后 你能看到里面的状态是呈现了一种粉红色的状态 这是因为这个猪肘在制作之前 已经腌制了几天的时间 哇塞 你看这表皮 来尝一尝 哇 这也太Q弹了吧 而且在嚼的过程当中 你能感觉到 这个猪肘呢 它的纤维感呢 又体现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又很 Qui 哇 这个脱骨骚我真的是无敌的 德国人以前就是用它来制作 溜冰鞋上的冰刀 是不是很有趣 直接上手 说实话它的颜色在调色上呢 不像咱们中国的酱佐的调色那么的深 但是呢 猪肘呢也并不油腻 它的肉质的部分吃起来就和它的外表不一样 非常的柔和 啊 再来一口 猪肘的旁边 然后用的是 俄国的酸菜 这猪肘配酸菜呢 就好像咱们中国吃法的名单 豆浆配油条 小鸡炖蘑菇 小葱拌豆腐 猪肉炖粉条 天王带鸡糊 那也不是菜啊 这德国酸菜和咱们东北的酸菜 说实话看过去非常的强 咱东北酸菜使用的是大白菜 但是德国酸菜用的是卷心菜 而从口感上来讲呢 东北酸菜的酸味非常的重 但是这个德国酸菜呢 说实话除了酸味之外 还有一点点甜味 摄影师点的这一份呢 是牛肉 这个紫色的配菜呢 是德国的酸菜 而在德语里面呢 酸菜叫做Sauber Cut 但是你们知道吗 德国人有个外号 就叫做Cout 可见呢 德国人有多么的喜欢吃酸菜 竟然被 欧洲的其他国家人 称作是酸菜 另外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你们猜猜是什么 这个呢是类似于咱们 北方的一种面食 就是面割的 但是这个是用 鸡蛋面做的 试试你这个面割的 口感都是一样的 这个紫色这个酱呢 是一种酸甜口的酱 蘸上这个酱 好吃 我帮你试过了 好吃 谢谢 再尝尝这个紫色的卷子菜 和我那个有什么不同 看的有点奇怪 这个没有那个白色酸菜那么酸 比白色酸菜还要更甜一点 蛮简腻的 今天账单非常的惊喜 因为我今天点的是那个烤猪肘 但是给我上了那个炖猪肘 所以他给我打了一个半酒 一个啤酒 加两道煮菜 最后的总价会在 47块钱上下 我还蛮便宜的 今天这顿饭呢 让我对德国餐厅的印象 改变还是蛮大的 德国人给我的印象 一向是那种很严谨 也很刻板的印象 德国人的严谨 让他们在美食的制作上 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同时又没有因为他们的刻板 减少了他们对美食的创意 所以我觉得德国餐厅 还是非常值得来一试的 好吧 我是邱小猪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要给我们一个 大家有没有好奇 出门前 我在鼻子上用的这个小玩意儿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刚刚谁说的牙刷 你给我站出来 你才用牙刷刷鼻子呢 其实这个软绵绵的刷子 是黑牌的小黑刷 一个神奇的工具 专门用来溶解黑头 应该很多人和我一样 最烦的就是鼻子上长黑头了 这主要就是因为 油脂分泌旺盛 油脂堆积造成毛孔堵塞 最终形成黑头 像我平时拍视频呢 本来就吃的油腻 长黑头几乎是不可避免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很容易长黑头 那你就需要仔细听我给你暗脸 要将黑头清理干净 首先要将黑头溶解出来 用这个导处油挤多一点 在小黑刷上 打圈清刷一分钟 刷子可以帮助导处油渗入毛孔 温和的溶解黑头 不会把毛孔撑大 接着用这个固态水 也是打圈一分钟 鼻子出现白白的 开始乳化了 做完上面两部之后呢 黑头和白头已经浮出来了 接下来一定要用洗面奶清理干净 推荐这个有鼻刷泥的洗面奶 吸附黑头效果更好 这样一套下来 毛孔特别干净 你们看 用完之后 是不是特别的清爽 黑头是要定期护理的 小黑刷和洗面奶都要坚持用 这个小黑刷每次两分钟就能搞定 每周用两到三次就行 方便省事 再懒的人都能够轻松完成 视频前的小伙伴 如果你平时也有黑头的烦恼 能不如考虑 现在就入手 去模仿搜索黑牌 去黑头套装 给客服报案号 啾啾真帅 就能立刻领取大额优惠 这猪肘配酸菜呢 就好像咱们中国吃法里面的 豆浆配油条 小鸡炖蘑菇 小葱拌豆腐 猪肉炖粉条 我编不下去了 你快想一个 天王盖地糊 那也不是菜啊